南投拜財神 竹山指南宮一年借出4億元發財金 求財草春節9天上看百萬人 民眾迎接朱年到來 春節期間會到各大寺廟來祈福 求個好運讓財運滾滾來 很久了啦 已經有十多年了 那這錢服拿回去要幹嘛 錢服拿回去放開錢位啊 財位的地方啊 大家來突然說求不要在網路上買 因為網路上買就沒有見過 求土地公 土地婆加持 所以應該沒有那個效果 南投珠山指南宮去年底 天天都是爆滿狀態 慶眾會一旬出二回娘家民俗 抱著金雞回到廟裡再加持 還有更多人求土地公發財金 廟外湧現常常冷冷 找時空見慣 3 2 1 好 開始 好 祝大家好運 開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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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發 我們土地公 土地婆的發展 大家喔 平常都可以來 都一定要過年 因為過年反而假裝比較自殺 心誠則靈啦 廟方表示去年借出的發財金 達4億元 人數約有70萬人 慶眾在返玩時 還會在田津而上去 因此回收的總數目 高達6億元 我們開銷蠻大的 我們土地公這個社會公益 我們大概一人要1億多 而今年的春節長達9天年降 按每日有10萬人次到訪來計算 預估這9天總人數將破百萬人次